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脑补君,欢迎收看本期精彩节目,在节目开始前,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大拇指,谢谢大家。 众所周知,科学家对于外星人的研究一直未曾停歇,这些研究成果自然也不会全部共享出来,科学家不敢公布的真相之中就有地球是监狱这样的定论。 很早就有这样一种说法,人类不是真正的地球人,因为人类根本不是进化而来的,极有可能是数万年前外星人将地球当作外星监狱,把他们创造出来的人类流放到地球上,进行观察实验的。 一名美国生态学家,利斯·斯维尔博士,在自己的新书中指出一系列生理特征,论证人类为什么没有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一同进化。 这些特征包括人类有意受伤的背部,他认为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具有较低引力的星球上进化,以及人类很容易晒伤和分娩等功能。 他认为人类是被外星人流放在地球上的,而地球是一个关押人类的监狱。 斯维尔博士表示,虽然地球满足人类的许多生活需要,但它并没有流放我们的外星人预想的那么适合我们的生存发展。 斯维尔博士表示,人类背部往往不舒服,是因为它们在一个引力较低的地球星上进化的。 他还指出,婴儿的头颅非常大是个奇怪的现象,这导致女生分娩非常困难,亦导致母亲和婴儿死亡,而没有其他本土物种存在这些问题。 斯维尔博士认为,人类本不该暴露在如此多的太阳光下,它们无法晒日光雨超过两个礼拜。 而蜥蜴可以每天暴露在阳光下,而没有任何问题。 此外,人类还很容易生病,这可能是因为人类的生物中本该是25个小时。 睡眠研究学者曾经证明了这一观点,这并不是个现代问题,相同的因素可以追溯到人类在地球上的发展历史。 斯维尔博士说道,他认为,尼安·德特人,例如直立人,曾与来自另一星球的其他物种杂交。 后者可能来自半人马座阿尔法星。 4.37光源地远,距离太阳系最近的行星系统。 斯维尔说道,很多人觉得自己并不属于地球,至少不觉得这里是家。 这暗示着,人类可能在不同的行星上进化。 我们是被另一个高度发达的物种流放至此的。 其中一个原因便是,地球可能是一颗监狱星球,而我们似乎是个天性暴力的物种。 我们在这里逐渐进化到守规矩。 斯维尔表示,这本书是为了引发争论,而非作为科学研究。 他希望这将引导人们向他提供更多支持该观点的证据。 虽然其他科学家表示,有些细菌从外太空到达地球。 但美国宇航局艾姆斯研究中心的天体生物学家克里斯·麦克凯认为, 总而言之,就是外星人导致这一切发生。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韦恩·赖特教授计划进一步调查该理论。 他相信,生命持续从外太空到达地球,他们本不起源于地球。 斯维尔表示,虽然韦恩·赖特教授的观点是更极端的进化观点, 但他引人深思,引起了科学家大量的积极回应。 美国最著名生态学家,同时也是博士级别的这个专业科学家, 最近发表了非常震撼的论述,经过和多位科学家们的共同研究, 发现人类的起源并不是在地球,而是在二十万年到六万年前被外星人送至地球的。 他表示,人类一直被认为是地球上进化最完整的生物,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,我们至今还是不能适应地球环境, 这不仅体现在人类对强光的极度敏感上, 而且还体现在地球诡异的重力环境。 别说摆脱地球束缚飞向太空, 即使坐最简单的升降电梯时, 人体机能也会受到严重的困扰。 绝大多数人在上升到远离距地面的一定高度后, 都会不自然地产生恐高的症状, 甚至头晕,昏迷。 作者说,如果你仔细观察, 你会发现自己永远都看不到月球的背面, 因为月球背面正是外星人的基地, 外星人不会让我们看到。 人类一直自欺欺人地说, 月球是地球的卫星, 但月球的体积是地球的六分之一, 从来没有一颗卫星的体积, 只比母星小这么一点。 月球每天都在安静地围绕着地球转, 外星人一直在那里静悄悄地看着我们, 而且在外星人就在月球背面这本书里, 作者分析人类绝对不是什么上帝创造的, 而是月球上的外星人通过精英重组创造的。 伟大的人类不过是外星人的一个作品罢了。 再想想阿姆斯特朗最近所说的话,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, 已经没法不相信外星人就在月球背面这个事实了。 据说在六千年前, 月球曾经历临过一个地球, 而且在现在的地球上, 发现过很多来自月球的陨石。 地球的年龄是44亿年, 而月球的年龄竟然是200亿年。 在地球诞生至今的过程中, 地球上的生物至少经历了五次以上的大灭绝, 生生死死, 周而复始。 有科学家推断, 地球上曾出现过多次高级文明社会, 但不幸的是, 这些文明都被毁灭了。 亿万年的自然变迁, 几乎抹去了一切痕迹, 只有少数证据得到保存。 一个来自美国的科学家, 生态学家, 爱丽丝博士说, 地球上的生命, 尤其是人类, 不是起源于地球。 地球是外星人囚禁人类的监狱, 而人类只是外星人的奴隶。 外星人是在大约二十几万年前, 把人类送到了我们生活的监狱上来的。 人类是被外星人流放, 囚禁在地球上的囚犯, 你信吗? 爱丽丝博士指出了很多支持自己论点的证据, 他说, 人类是地球上最高等的生物, 但是依旧摆脱不了自然环境对我们的束缚, 尤其是不能适应强光对人类的干扰。 再有一点就是地球上的重力, 人类要想冲进太空, 必须克服强大的重力束缚, 这个过程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了的。 宇航员都是经过了长期的训练, 才能坐上宇宙飞船飞向太空, 这无疑是外星人给人类设置的无形枷锁, 而且人类到达某个高度的时候, 身体就会出现极度不适, 可能造成昏迷,甚至死亡。 他通过调查研究大量飞船升空的案例, 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, 飞船在地球附近轨道向外航行时, 会被一种非常强大的神秘力量给控制住, 就好像地球拽着飞船不让其向太空航行, 他认为这是外星人给人类设置的第二道屏障。 前段时间, 我看到了一则令我非常吃惊的言论, 一个来自美国的科学家、生态学家爱丽丝博士说, 地球上的生命, 尤其, 他还说有不少人觉得生活在地球上丝毫没有该有的归属感, 可能就是因为人类的母星根本就不是地球, 而是被外星人送到了地球上来。 出于某种原因, 外星人认为地球是囚禁人类的最佳之地, 外星人认为人类永远不可能逃出这座巨型监狱, 可没想到人类发展得如此之快, 已经有能力把我们送进太空, 甚至送到了其他星球。 爱丽丝觉得外星人马上就会采取行动了, 人类不是起源于地球, 地球是外星人囚禁人类的监狱, 而人类只是外星人的奴隶。 外星人是在大约二十几万年前, 以目前我们的认知水平来看, 爱丽丝的言论简直就是天方夜谭, 有人认为它是科幻小说看多的结果, 不少人觉得他所说的情况都是自然环境的既有定律, 根本就不是外星人所能设置得了的。 可仔细想想,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定律呢? 这些定律又是怎样产生的呢? 深挖下去,爱丽丝所说也许是真的真实, 而且人类起源至今没有一个确实的说法, 是不是从侧面证明了它的说法呢?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, 在我们有生之年恐怕不会得到答案吧? 德国学者哈特维希·豪斯多夫在他的新书, 《假如外星人冒充上帝》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, 作者1955年出生于德国, 曾在慕尼黑专科学院学习旅游院, 是德国研究神秘现象的知名学者, 写过许多探讨神秘现象的书籍, 他曾经亲自实地考察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未解之谜的地方, 是最早获得中国政府批准到中国内地实地考察的外国学者之一, 他的书中指出, 上帝并不是我们一直以为的至高神, 而是外星人, 二十亿年前他们就来到了地球, 开始地球实验, 三十万年前, 他们在地球实验中创造了人类, 并操纵着所有生物的进化过程, 试图使所有生物都按照他们既定的路线发展, 使他们一直在冒充人类的上帝, 人类也在蒙蔽和欺骗中膜拜所谓的上帝, 本书以大量已经被证实的观点为工具, 足不接近这个关乎整个人类命运的真相, 秘密将不再是秘密, 种种难题将得到解答, 所有看似毫不相干的孤立实践都将被连接起来, 届时整个事情将会像圆一样自动合上,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原点, 看见自己不可思议的未来, 我们相信外星人是不需要语言来进行沟通的, 他们有心灵沟通的能力, 这个能力非常强大, 不光是信息传输效率的提高, 还是超级计算能力必须突破的瓶颈, 实现永生是人类一直的梦想, 外星人确实可以超越了轮回的, 永生不光是生命过程的长短问题, 而是对生命形态的彻底颠覆, 灵魂是什么? 有信仰的人都会承认灵魂的存在, 现代科学正在朝着揭开灵魂本质的目标出发, 但是可以猜想的是, 灵魂就是另外一种物质, 人类的技术难以突破光学的解碑, 而只有弄懂了灵魂, 才可以实现真正的宇宙飞行, 探求到世界的本质, 我们并不是被眷顾的, 而是被有效控制的生命, 也可以说我们是被外星人流放的生命, 地球就是外星人关押人类的地方, 对此, 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呢? 欢迎在本视频下方留言,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